欢迎大家观赏黄金屋系列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 这就是人性书里提及的15个人性大实话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了 1.事实证明 人老了就会遭人嫌弃 对儿女也没有奉献价值了 老了也变丑了 行动也缓慢了 人也邋遢了 儿女照顾你 也是出于责任 也并不是多爱你 不孝顺的儿女巴不得你早点消失 2.家里是谎话 学校是谎话 社会更是谎话连篇 父母教你听话本分 进入社会后却屡屡遭欺负 学校说钱不重要 进入社会后没钱寸不难行 社会上宣扬人人平等 实际是金钱与权势说法 3.穷人们因为收入微薄 每一分每一粒都看在眼里 过于斤斤计较 为了追求微小的利益 他们每天都在争抢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 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4.真实和真相是有钱人不轻易和穷人分享的 他们不会主动告诉穷人 自己是如何获得第一笔财富 以及如何创造更多财富的 5.人性天生有恶的本性 这与动物为了生存而存在的本能有关 尽管人类也具备理性来抑制自身的兽性 但所谓的善良也只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可以伪装的行为 6.人性的虚伪真是让人感叹 总是口是心非 说了一套做一套 一些人在表达时生情并茂 信誓旦旦 可一旦遇到利益的驱使 他们可以辜负你一万次 7.普通人99%的困扰 都是因为自己多管闲事 高手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遇到其他事情 立即变得置若网闻 这个世界不公平 充斥着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8.你的利益可以不要 但是别人的利益 你绝对不能损害 获得下属普遍拥戴的根本是人品 获得权力 与巩固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获得权力后靠手段 巩固权力则靠拥戴 9.养猪是为了吃猪肉 不是为了让猪过幸福的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没有那么单纯 有价值才有人重视 人性虚伪 嘴上同情弱者 暗地里跟随强者 朋友之间的情谊不重要 忠诚度全凭筹码 10.你越为别人好 别人越讨厌你 很多东西都是娘胎里带来的 非常顽固 偏执到骨髓 记住 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 11.没有男人叛逆你 只是他玩腻了 男人本来就有好色的欲望 而你却当成爱情 可笑不? 也没有女人伤害你 只是你钱太少了 12.不要以为世人会主动感恩 更不要以为每一份情感都不求回报 送出去的人情 一旦主动开口想要回来 你所有的善意 都会变成彼此的仇事 而每一次付出的背后 其实都隐藏着某种需求和期待 13.道德这件事 本来就是虚构的 要是道德束缚了你 伤害了你 事实突破道德思维看看 行走江湖 拼的是人性 14.做个好人 做个老实人 会让你感受到是世界上最大的恶意 你会发现 当你是个好人 一切烂人烂事 都会找上你 谁叫你是个好人呢 15.在社会上 你处处讲素养 别人处处越界践踏你 反正你有素养 不会计较 遇到困难时 你以素养应对 结果发现 在别人眼里 你既傻又软弱 谢谢大家观赏这支影片 请不要忘记点赞 分享和订阅